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这一瓶神奇的酱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食材 非常神奇神秘 听说滋味非常的棒 而且可遇不可求 等一下就告诉你们这个是什么酱 我先把它打开来 好鲜好香哦 然后他们指导说要先把它蒸熟 你们看哦 要先把它蒸熟 我就先舀一些在碗里面 然后先把它蒸熟 我觉得 这样好了 两汤匙 好吧 再先麦个罐子 先不告诉你们这个是什么酱 待会我们就来揭晓 我就来为大家揭晓跟见真章 哇好香哦 好鲜哦 嘿嘿 我就舀了两大汤匙 把它放入锅子里面先蒸熟 大家有猜到这是什么吗 嘿嘿 继续给你们卖个关子 是虾吗 是螃蟹吗 都不是耶 嗯 继续猜哦 OK 等一下呢 我就先把这道理 为了到底做出来 就告诉大家 这个是什么 我也是第一次拍眼镜了呢 哦 蒸的盘拱拱 然后呢 我把刚刚已经蒸好的这个小东西哈 嗯 稍微放量一下 哦 好香 真的好香 嗯 我可以给大家一点小提示 它是从海里来的 哦 所以整个 嗯 不管还没蒸或是蒸好了以后呢 到现在还是阵阵扑鼻的海洋的味道 哦 然后 呃 我要把这个小东西哈 加到一个 我来做个炒饭 好 先让它稍微量一下 好 再把它加进去 听说猪猴子 这是什么呢 还是继续给你们卖关子 好 不是蝎啊 也不是蝎 嗯 嗯 台湾有没有 台湾 应该有 但是比较少了 现在 那这个 是 我在 嗯 找寻 或是 遇到的这个食材里面呢 它真的是 我第一次开眼睛 好 再把它 搅一搅 这样 这样 然后我就放到锅子里煎 炒一炒 进一煎 再来公布给大家看这个小东西是什么 ok 好 等着这个油哈 稍微的中火热了以后 再把这个刚刚已经搅拌好的这个小空隙 放到锅子里面 不要一下太大火 没有关系 记得哦 因为我是把它拿来做煎蛋或是炒蛋 所以 嗯 其实我喜欢用筷子 炒蛋 咦 好像你们已经开始看出来是什么东西了 不要再继续拆虾跟鞋了 好不好 它不是 也不是黑狗啊 也不是 什么 烂牛虾 也不是 我等一下再告诉各位 嗯 因为呢 它是蒸熟的 所以呢 就 也有 天生的 这个 带着的 这个 咸咸的味道 所以呢 它不需要再加任何的调味料 但是也不要过量 就跟这个 鸡蛋 把鸡蛋炒熟 好 很嫩就行了 我 好香哦 太香了 我想用菜籽炒去炒 不妄不利 然后记得中火 就可以了 OK 好 金鲜 金鲜 不是海胆 也不是 海胆哪看得到 好 等一下就变蒸干了啦 好 OK 嗯 炒个大概三分钟 可以了 因为这个本身呢 这个小玩意儿 小东西 已经 事先先蒸好了 就是蒸个两分钟 蒸好了 然后再把它拌到这个 蛋里面 然后再炒蛋 所以呢 只要蛋呢 就是熟了以后呢 炒熟了以后就可以了 而且你看呢 我没有加任何的 嗯 酱油啊 盐啊 或什么的 因为它本身这种 非常豐富的味道 的颜色 先把火关掉 全盘 你们看到了吗 呵呵 对 我已经刚刚把 刚刚那个小玩意儿 小东西哈 跟蛋炒好 就是炒蛋啦 然后我把它放在 呃 刚刚我做的一个 这个品项里面 这是火龙锅 好 零食空的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我告诉你们 我吃给你们看 好好吃 真的很好喝 好鲜 然后 它有个嚼劲 好啦 我跟大家讲 这是什么 这是寄居蟹 刚刚那个酱呢 就是寄居蟹酱 那这个寄居蟹呢 你看哦 它这个是里面 它的这个的精华 就是把这个寄居蟹呢 捉来了以后 捡来了以后 不要它前面 那个硬壳的部分 也不要它后面 屁股的部分 要的是它这个精华 看到了没有 这个精华 对 那它的口感 有点像那个螃蟹的软壳蟹 因为它有一个薄薄的囊 然后这个就是寄居蟹的糕 听到了吧 这个是我也是第一次吃到的 这个食材 那这个寄居蟹呢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真的活的 当然就是以前我们的 这个小的时候 非常喜欢的这个宠物 但是你放心 这个呢 完全是从深海 大海里来的寄居蟹很大 不是我们玩的这种小寄居蟹 那这个寄居蟹酱哈 是也是我的朋友呢 因为他们本身是在山东的外面 有一个叫长岛 他们自己呢 从从小就在海岛里面 就是说海岛长大 然后这个呢 是瑜伽就是说 非常可遇不可求的季节的美味蒸羞 这个当然在外面也是买不到的 这个也是他们天然的海味的调味酱 好 这次呢我打他 他特别送了我了一罐 然后这个真的是 真的好好吃 他比海胆还好吃 而且他没有那种 鱼虾蟹的那种 呃 太腥的臭味 而且很清香 呃 我跟你讲 真的是美味 寄居蟹 寄居蟹 寄居蟹它也不是保育动物 你不要跟我说 这些都吃的腐败 腐烂的东西 对不起 人家这个呢 在非常干净的这一个海域里面长大的 然后 也是自己家里面的 呃 私有的特有的调味酱 好 这也是非卖品啦 对 也没有这么大的量可以卖 好吗 那这个做法跟制法呢 我也不是清楚 但是它是非常天然的干净的 哦 从大汗里面来的 而且 这个呢 味道真的好棒 好鲜 嗯 要是我要用这个来 炒饭 炒菜 无所不做 特别好吃 好棒 根本好好吃 你看 你也不用吐骨头啊 它也不会咔到你的嘴 它应该就是寄居蟹的那个 嗯 最精华的那一段糕 好 它没有前面的那个 嗯 都会干 好好吃 好好吃 尽量就好想 寄居蟹炒蛋 我吃到啦 我吃到啦